这里是澳洲的大宝礁 蔚蓝清澈的海水看到的是白化的珊瑚礁 根据大宝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在5月10号公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 因为海水升温导致珊瑚白化遭到破坏 在沿州范围2300公里内的719座珊瑚礁内 已经有91%的珊瑚礁出现了白化现象 气候变迁组织气候委员会表示 面对这样的结果非常心酸和难过 事实上澳洲大宝礁正在经历从1998年以来的 第六度大规模白化 也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四次 当地月三分之二的珊瑚礁遭到破坏 而且在去年12月当地经历的夏季时 是自1900年以来最为炎热的季节之一 而现在海水的温度低于正常水平的时候 珊瑚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化的现象 因此当务之急的就是要积极实施减碳排放 我们必须增加热量 而海水的温度就会在那里 如果我们未来有一个温度的温度 我们必须增加热量的温度 很快地进入2020年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每一切都可以 近年来 随着人为活动的影响 以及气候变迁加剧 珊瑚礁的生存也面临危机 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遗产委员会威胁 要降级至临危等级 以便能向澳洲政府施压 来制定保护珊瑚礁的计划 感谢观看